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好 馬上歡迎我們四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我們今天三位特朗丁 今天要討論在醫院 這個醫生碰到 各種形形色色的病患和狀況 但是你們知道嗎 他們最害怕 面對哪些狀況的這個病人呢 我們馬上來看 其實我們最怕的是什麼 就是頭痛的病人 因為我們是神經科嘛對不對 神經科每個病人 頭痛 頭暈 第一個想腦部長東西 對 直遠的 對 可是我們知道頭痛 很多時候都是我們講偏頭痛 覺得到部分是腦部沒有東西的 很多時候是什麼 是緊張 壓力等等那一些 可是每個人來到那邊 都想要做什麼 電腦斷層 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可是我們要怎麼去拒絕呢 其實真的很多 其實我們問了問診完之後 分析完他的病史 大概就知道說 你這個需不需要做 台灣十大腫瘤裡面 腦瘤請問排到第幾 真的很後面 根本排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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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說真的腦部造成的 它第一個其實不會只有 單單的頭痛 還有比如說我們癲癇 走路不平衡 或者手腳沒力 其實很多理學檢查 或者問診完之後 我們大概就知道說 這個有沒有必要做檢查 有些你不想做 我也告訴你 你馬上去做 對 可是絕大部分其實真的不需要 去年碰到一個五十幾歲女生 她從國高中月經前後 就開始頭痛了 然後家族也有偏頭痛病死 那痛是痛哪裡呢 單側活動性頭痛 然後噁心嘔吐 痛之前我看到閃光 沒多久就開始痛 那個小姐 她就 幾乎每一年到兩年 就要做一次 做一次掉腦斷層 然後她來的時候 就拿了一疊片子給我看 我看她說 北區所有醫院做完還不夠 她住台北喔 她要去台中做 她說高雄有個醫室不錯 她要去高雄做 做了一多的電腦斷層 再一年再做一次到兩次 電腦斷層 核子公正 有些來打閒影劑 她說很奇怪 為什麼我頭痛 怎麼吃藥都不會好 每個醫生都說我腦部沒事 可是我痛還是在 怎麼可能頭痛腦部沒有問題 對 她拿了報告給我看 我想說 可是我覺得 你電腦斷層核子公正 那麼多年下來 真的沒怎麼樣 運氣真的算不錯 我跟她解釋說你知道 照一張電腦斷層 你的輻射量 對啊 其實從現在我們醫院都有 就是你只要在我們醫院 做的X光片 電腦斷層 或者做所有的放射的檢查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 基本的一個 那個我們講輻射的曝露量 一年有多少 到一個程度 我們醫院會有一個警示 這個病人在我們醫院 已經Over了 已經Over了 你要注意喔 你一直這樣子照... 照到最後怎麼樣 就算沒事算你運氣好 早晚有可能會誘發一些 不好的東西 而且她頭痛又吃了 不少的止痛藥 我看到她減減的數字 她的肌肝酸數字 從0點多 0.9 1點多 1.5 1.7 我想說 其實你的腎臟 搞不好比你的頭還嚴重喔 那接下來的問題主要是什麼 她的腎臟 還有她的血壓 可是這種病人 我們要講 我們要花很久很久很久的時間 去跟她解釋 當下她出去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她到底 能不能接受我的券 可是我覺得這個 這是一個無止境的循環 因為大家都懷疑說 頭痛為什麼 腦部沒長東西 一定是哪個環節 沒有檢查清楚 是不斷去做檢查 其實這個狂做電腦斷層 到最後病人自己會有問題 所以剛剛醫師的意思是說 沒事不用一直去做喝 沒錯 當然 但是我就是那個 沒事還要早次做的那個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錄外子的節目 然後有一次呢 是要從大概十公尺高的地方 跳水跳下來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跳水跳下來的時候 我的姿勢不正確 我直接 因為我沒有這樣直直的這樣子 插入水中 我是直接的 用我的這個背這樣子 整個是這樣 卡這樣彈在水面上的 然後當下我就只覺得說 我的皮膚跟我的那個腰的肌肉 好像受傷了這樣 結果我當天晚上回去 要洗澡的時候 我發現沒有辦法減肥皂 我就是要這樣子蹲的時候 天啊 好難受好難受 然後到想說那就是睡一覺 隔天就會好了 結果隔天睡起來更糟 我連那個要起床 我必須要用翻身的這樣 滾到床邊 然後再這樣跪著 然後再這樣趴起來 我沒有辦法 只是緊緊緊的 直接這樣坐起來這樣子 那我想說這個應該是有受傷了 我要去看那個醫生這樣子 結果我就先掛了第一間的 那個骨科醫師 骨科醫師就說你怎麼拉什麼 我跟他說我的 我要跟他形容很痛苦這樣子 我想說我形容得越痛苦 他會越... 越認證 對 越認證 對 把我各種生活上的不便 都描述給他聽這樣子 然後他就這樣瞄了我一眼說 你現在就是站起來 然後彎腰然後往前這樣子 做這樣的動作這樣子 然後我就坐完 我就這樣 醫生 好痛...不行了... 然後他就說 OK 好 我知道了 然後他就準備要開藥 要準備要結束這個... 這個砍扯的這樣 我想說 好啊 就這樣就結束了 太救藥了 總要摸一下我的這個骨頭 或是我的脊椎啊 你看一下 你不踏實 對啊 然後要去捏捏看 有沒有隱悟還是什麼的 都沒有耶 醫生就說 OK了這樣 結果我就去跑第二間骨科醫院 也還是大醫院的那一種 好難掛這樣子 掛到以後呢 那個骨科醫師這次更快速的看診這樣子 他只不過就聽我這樣講完以後 然後這樣瞄了我的一眼 他甚至連叫我彎腰都沒有彎腰喔 OK 好 我開藥 那個開指頭腰要給你 我就說 醫生不對吧 這樣不行吧 你太隨便了 對 然後我就同樣的疑惑這樣子 我跑到第三個骨科在... 第三間啊 第三間的那個骨科醫師的時候 那個醫生還是這樣講 我就說 不行 醫師我無論如何 我一定要照那個X光這樣子 然後那個醫生說 那個問題就算是照X光也照不出來 他說你如果要照你的脊椎的話 要用那個核子共振這樣子 對 然後一樣也是 那個醫生就有說 可是你沒事的話 就不用去照那個核子共振這樣 我就說 我有事啊 我有事啊 我就是想要一定要照到 就算我... 對 我一定要追根救你 然後讓那個醫生清楚的看到 對 想知道哪裡有問題 然後我要溢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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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 這樣子 結果那個醫生拗不過我 然後說那這樣的話 你要自費喔 結果那當時我花了 大概快要一萬塊的那個錢 去做一個核實共振 結果呢 照下來我想說 嗯 終於一定會有事 抓到了嘛 對 抓到了 拿出來以後呢 那個給醫生看了那個時候呢 醫生說 嗯 沒事 所以就是從頭到尾 就是我的心裡在作祟 我就是一直覺得很痛很痛很痛 然後我的那個椎間盤就稍微 稍微一點點 一點點的 有被擠壓出來這樣子 但是那個醫生說是 這個是完全不需要開刀的 然後當時也完全不需要去花錢 去做這個核實共振的 他是一個膽子比較小的 你知道嗎 今天剛剛講到那個電腦斷層 因為我以前 因為我有時候也是會 突然頭很痛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跟醫生講說 我說我頭痛 他說你這個可能是因為什麼 偏要說幹嘛幹嘛 其實真的不用緊張 我說我一定要照電腦斷層 我說你能確定嗎 你確定我腦子 你真的沒長東西嗎 你真的可以確定嗎 你這麼兇嗎 我有生氣 因為我真的頭很痛 結果後來醫生就說 來 你現在走直線 然後我就走直線 然後走過來之後 他就這樣捏一捏我肩膀 你真的是肩膀太緊了 來 你去那一邊那個 我有認識的按摩的 然後你把我的名字 可以打嘴 你剛剛說是誰在誰 接受你去的 我就被他打發走 但是我真的那一次的頭痛 我發現原來肩頸 真的會影響到就是頭 沒錯 真的 會不舒服 因為我們的肩頸 他的頸椎那一部分 他支配並不是只有頸部 其實同我們的肩胛骨 跟我們的頭皮這邊 其實都是頸椎支配的範圍 當你肌肉緊繃的時候 從他上面去 甚至還會有頭暈的症狀 所以很多時候 你肌肉放鬆了之後 其實什麼都不怕 世界衛生組織在前幾年 他就曾經公布了一個 在醫療機構裡面 十大病人安全議題 那其中有一項 大概排到前十名 但以前就是十名以外的 現在幾道前十大 就是一個 兒童輻射 就兒童對X光的 檢查的這個部分 他會覺得說 這個對兒童以後的 長遠影響是很大的 尤其是電腦斷層 那其實我們在急診室 最常碰到就是那種小朋友 撞到頭 有時候懂一包 媽媽也很緊張 有時候不是媽媽 有時候是保母 更緊張對不對 就來的時候 醫生一定要把它 檢查清楚 一定要檢查清楚 那其實我們會不會做 基本上小朋友 我們會把做電腦斷層 標準其實放得會比較快 因為小朋友不會表達 他也講不清楚 所以我們已經會放得比較快 但是也不能說是 你說撞到 我們就照一次 剛剛陳醫師講過 所以上次也是碰到一個媽媽 小朋友大概兩歲多 她坐那個娃娃車 可能媽媽可能不小心 這個沒有站 媽媽跌倒 把那個娃娃車就翻了一下 那把那些小朋友大概就 跌下來就撞了一下 那撞了之後 小朋友來說其實意思很清楚 摸摸頭皮 就為什麼摸頭皮 因為小朋友的組織很脆弱 你真的如果那個撞進 能量很大的話 通常頭皮就會有血腫 摸摸頭皮也沒有血腫 基本上跟他一些互動 小朋友哭鬧 注意力都還好 所以我們就跟媽媽講說 或許他撞的是個事實沒有錯 不過依他目前看起來 腦內初學的風險是非常低的 所以像這種情況 你可以回去家裡面 我跟你講你要觀察什麼事情 你要注意就可以了 媽媽聽說 對不對 我說沒有錯 講的是沒有錯 是啊 所以我說因為他風險低 你可以用觀察的 可是如果觀察 那你剛剛講說 晚上要把他叫醒 那晚上如果我們在睡覺怎麼辦 那時候你就應該起來 多注意一下 就你不能一覺的時候要天亮 那如果我起不來怎麼辦 媽媽講到後來 我想說我也只要是講不過他了 沒有錯 結果媽媽上班也很累 他沒辦法起來觀察 他也是個問題 因為那個時候是比較早期 電腦上沒有像現在速度這麼快 做腦部可能要五到十分鐘 所以小朋友這五到十分鐘 基本上是不能完全對 不能動的 小朋友進去 通常你說十分鐘不動 又有呼呼聲音 他待不住 一定待不住 都會哭 腦那也不行 所以說我們常常會叫 媽媽抱著小朋友進去一起掃 媽媽小朋友一起 這個我們也碰過 那媽媽說這樣子 我幹嘛要把他掃 我說麻醉 小朋友做電腦斷層 低度風險 然後麻醉 我說這個好像有點超過 有點超過 對 有點誇張 那媽媽就說 那你父母怎麼辦呢 我晚上我可能也沒辦法 一直起來看他 那他也不是沒有風險 溝通了好久 後來要怎麼辦 好吧 我們幫你用個正經好了 結果小朋友就睡著了 那睡吧就坐 坐完就果然出來之後 看起來就是沒有問題 媽媽不用擔心 到目前為止沒有問題 可是後續變化 你還是要小心 可是小朋友現在是被 深度鎮靜當中 你不能回家 怎麼辦 在醫院觀察好了 小朋友的麻醉沒有醒 所以觀察的時候 其實是很耗 我們醫護的時間跟人力的 因為要很專注的注意 你還要夾個什麼血氧機 有時候可能 呼吸心跳的觀察 最後他睡 睡了大概三四個小時 小朋友醒了 然後媽媽大概旁邊 睡著 睡著 睡著醒了之後 我說媽媽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但是回去注意事情 還是要注意 所以小朋友第二段程 醫生也會有一個評估的標準 媽媽如果有問題 你有觀察什麼意向 跟醫師好好溝通 是 也不要太執著於這個風險 低風險是沒有風險 這種事情 之前有個朋友 他就是其實 他就是很常容易 就呼吸有問題 然後比較短促 所以他去檢查的時候 醫生就說 我懷疑你有可能會有肺部的腫瘤 所以他就說 那我們要必須要打 那個仙隱劑去做檢查這樣子 然後他說打完之後 他就送進去開始拍照 然後他說大概到 第三章的時候 他開始覺得 整個脖子很緊 他說他快不能呼吸了 然後他跟我講說 他那個感覺是 很像是 譬如我現在可以大吸口氣 這我後面是我大吸口氣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辦法呼吸 後來他們就直接送 那個急著就開始做 然後他們就先打了生理食鹽水 然後之後再打一些 譬如說類固醇的藥物 然後讓他休息 然後休息一陣子之後 他就比較好了 所以後來醫生就跟他講說 你本身對咸隱劑是很有過敏的 但其實 我就說那像你們這樣子 對咸隱劑有過敏 像你們有辦法測試嗎 或什麼的 他說沒有 因為其實大部分 對咸隱劑過敏的人 是非常少 你只能打才知道 所以後來他在做 譬如有關咸隱劑的檢查 就是他會先跟醫生講說 我可能對咸隱劑會過敏 所以醫生就把他的劑量點 減低一點 或是他會先打一些 預防性過敏的藥物 先打給他 然後他就不會過敏的那麼嚴重 他說那一次他真的覺得 他快死掉了 嚇到 對啊 就沒有辦法呼吸 覺得很可怕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